通託畫面可以看到一名藍衣男子 在咖啡店裡頭拿著手機不停的拍攝 但看得出來他不是為了拍美照 而且已經讓人感到反感了 而雙方一路是從店裡拍到店外 甚至一度起了口角爭執 來看一下當時情形 我車子 你男朋友都拍我 車子你不能拍我 那我不能拍你 對法律不懂沒關係 我也是唸法律的 我也是唸法律的 你職業了嗎 你職業了嗎 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這名男子買東西 把車圍停在門口 認為對方怎麼會檢舉舉發他 甚至互唱都是學法律的 發生在十八號晚上六點多 台北市大安區的這家咖啡店 而這名男子因為自己圍停 被拍照檢舉發現之後 他反拍對方 而雙方爆發了口角 甚至還一度要衝進店裡 找拍攝者的男朋友來理論 雙方最後不歡而散 而警方到場的時候 男子已經離去 這是為了圍停檢舉問題 竟然是大動肝火